我这人呢其实一般也很难得说人家什么不好呀 真是今天难得吐个槽啊 我双十一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说我买了一大堆书吗 你看啊我真的就是感慨一下 再厉害的猎人都难免被硬刀了眼睛 你看我双十一买那一大堆书里面就有这么三本啊 哎呦我真是 我买这三本书的时候 我的内心真的是 我觉得我可美好可善良了 我花着自己的亲钱啊 再给我的学生筛选书啊 就是你看我的这个想法就是 咱们现在的这个高中作文考试里面 特别多什么传统文化呀 什么爱国主义这些题材的对不对 那你就少不了对这个传统文化呀 中国的这些文明呀有些什么歌颂 但咱学生啊哎呀真的是 就这八个字来来回回 叫远远流长辉煌灿烂 没别的了吗对吧 这你知道点具体的吗 哎呀我就愁得好 所以我就特别想给我学生 在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具体的知识这方面 挑选一些他们合适的这个读啊 几个要求 第一个必须有趣好玩好看 第二个呢 你必须有点具体的内容和知识 你不能上来以后跟学生一样了 什么辉煌灿烂灿烂流长 这些空话套话对不对 哎然后这个呃再要说第三个的话 我觉得最好是能够这个长度上啊 或者说文笔的这个风格上 比较符合学生的这个高考这个作文 这个吊脚 对不对让他们这样的话效率就高一些嘛 于是我当时看到 其实我当时看上这本书了 哎呀我当时就很惊喜说 沈从文讲中式美学 吸引我的先是沈从文 对吧再是中式美学 我跟你讲真是我自己不开眼 你这个这个学了那么多年 我的诚实都不管用了 沈从文没有搞过美学的呀 沈从文你看他搞这些什么 中国的服饰研究啦什么的 沈从文他那个文字其实挺晦涩难懂的 人家是搞学术派的你明白吧 可是当时我一看这个呀 不是沈从文他搞过美学的 然后你看在我当时还看那个介绍 来看看目录啊 那个目录你看说什么 这个什么一之美 还有什么这个 什么闲之美 礼之美什么日常之美的 哇我当时想 天呐沈从文他写过这些 我不知道耶 我赶快买来看一看 回过头我就崩溃了 你看看这个一之美啥的 他几乎就是从沈从文的 这个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那些书里面 他没有说美的事啦 你比如说他就说啦 比如说他就说这个中国人的什么胡子啥的 对吧就说王力说啦 这个中国古人的胡子是什么什么样的 我个人也有不同的观点啊 这个各种考据一二三 哎呀天呐 这和没有啥关系啊 就这种真的是沈从文的这个文字 就是他的某些和衣服 衣饰相关的这些内容 我自己比较熟的内容 我有可能找一个安静的下午 我自己忍住了我读得下去 但给学生啊呀真是 被鹰刀了眼睛了 真是我上当受骗你知道吗 再说一下啊 对对对 我就看了原本就看了这一本了 但是后来怎么 就买成三本了呢 就是他这个出版社吧 要不就买这一本 要不就买这三本 三本它就打成一个捆吧 这当一套装卖的 叫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就我一看吧 这三本好像价格一升十一年车 还行呢 那我就买了这三本 要是你看这另外这两本啊 下一本这个推的是叫 哎呀 朱 不是 宗白华先生的 宗白华 对吧 这也是著名的这个美学家 而且你看啊 这本书的名字叫春风如酒 然后副标题叫 过有诗意的生活 哎呀我想 这个感觉就很符合那种 这种小女孩 很文艺的那种调调 对吧 而且人家下面写了 说你给我乐 叫新中产美学修养 必读书目 什么完整呈现 中国体验美学的巅峰之作 然后我就想 哎呀不错呀 结果我真的 我真的就气死我 恨不得我抽自己家俩嘴巴的 真的就当年的学权白上了 宗白华 这位美学家 他的著作不多了 就美学散步 没什么别的了 结果我把这本书 买回来以后一看呀 他就是美学散步 你就这本书那么厚吧 就一直 就是到到 这么多都是美学散步 到最后对吧 哎 刘云啊 选了几首诗缠 哎呀 就是我 我觉得我们家 那个书柜里的那一本 那个美学散步那本书呢 肯定看着这本春风如酒的开始嘲笑我了 说你有病啊 你干嘛给我买了个双胞胎弟弟回来 哎 打了眼了 唯一的这一本吧 哎呀 就还凑合吧 这本书的这个作者 虽然也没什么名气叫学小禅啊 这本书叫少年选吧 我觉得 这都是一个出版社的啊 这个什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 这个 就是你看他这个名字吧 就很文艺 不知道干嘛 但是像这个我觉得 大家如果中学生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看 他是和书法相关的啊 第一个他确实硬的 还是挺精美的 就是各种各样 明天这个书法 而且他的一个好处就是 他把这个书法前面 会有一些配的那种散文 他这个散文呢 就是他那个调调 你知道吗 他那个feel还挺适合高考的 那个文艺青年的调调 我随便大概 我就随便乱放 你放到这个蓝亭去这块 你看大概给你读开头说 也只有那样一个蓝亭了 是天意 也是应该有蓝亭去了 就是那样一个春日 不再来的春日 王羲之醉了 醉了随意写下蓝亭去 正是因为随意才难再得 抛去了书法的角度 蓝亭去意识绝好妙闻什么 在那里你闻得见墨香 竹香 听得见溪水之响 你甚至能闻到那三月里 略微甜腻的空气的味道 什么什么 我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就这本书的话 如果是对书法本身就略有基础 但你似乎又不太能够 把你的那些书法的鉴赏 什么能表达的这么好的同学 我觉得你可以买来 因为它这个文笔 这个调调也确实比较符合我 感觉到对那个高考的那样的一些要求 你可以试试 但是呢 就这么一本书 你买来 它因为它只有书法的内容 而且它对于书法的那个 还不是特别多干货的那种 纯粹的知识性的专门的介绍 但是就是效率略低吧 而且这本书还嘚嘚嘚嘚的 送了一支毛笔 就我不会写毛笔字啊 我也不懂什么好呀啥的 但从这个笔杆这个来看 质量也不太好的那种 哎真的涂个槽吧 我觉得现在出版社呀 好好出书不成吗 你整这些个标题党的 这真的 我挺坑人的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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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